一日当天中午,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,CCTV5,还在官方平台专门发布了这场焦点大战的赛事海报。 海报主题是亚洲之巅,构图中,志玛和卡塔尔格列出了三名球员,他们身后,是想争执亚洲最高荣耀的亚洲杯冠军奖杯。 对双方而言,他们能一路过观展江,闯入决赛,已经都是胜利者,此一只要打出应有的东西,就没有输家。 值得一提的是,双方还将数要亮相今年的每周杯,在每周大陆上,他们仍将继续展示亚洲足球的风采。 另外,卡塔尔是2022年世界杯主办国,日本是世界亚洲杯歌主,他们能会试决赛,也再次展示了自己的足球水平。 由于卡塔尔与阿联酋的微妙关系,所以决赛中,阿联酋当地球迷,恐怕会支持日本队,这也会让日本队获得更好的赛事氛围。 当然,足球是原的,一切都有可能发生,也许,卡塔尔将士,也会创造属于他们的奇迹。 其实,本届亚洲杯上至今一球未丢的卡塔尔,已经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奇迹,让人刮目相看。 根据CCTV5发布消息,日本与卡塔尔之间的这场决赛,将由央视体育频道评论员贺文,和解说嘉宾徐姚耀达当解说。 北京时间2月1日21点,CCTV5手机客户端,将射星开启三千直播,21点30分,CCP。 ,,,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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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